作为一个滴滴倒倒的中医人,不得不老是也时不时被惹到,而很多百姓却莫名其妙,说得简单些就是当传销人员被洗脑了,他对接受其他外界的讯息的通道就关闭了,一门心思就在了传销或者邪教组织上,做着自认为是多么合理的而实际上却不合理的事情,那好,今天就让我给大家好好拉拉加场吧。 中医无法通过西医诊断的疾病病名处方,疾病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中西医对于疾病的分类以及疾病的具体分型是不同的。 向西医命名血液系统疾病中的白血病是一类造血干细胞恶性克隆性疾病,克隆性白血病细胞因为增殖失控,分化障碍,凋亡受阻等机制在骨髓和其他造血组织中大量增殖累积,并浸润其他组织和器官同时正常造血受益治。 临床可见不同程度的贫血、触血、感染发热以及肝,皮、淋巴结肿大和骨骼疼痛,然后通过化验指标进行分类,什么M1、M2型等等。 而中医不是化验检验指标来分类,而是根据你当下疾病的状态,也就是人体所展现出来的症状来判断人体患病的趋势来治疗疾病的,比如说白血病发烧,无汗,头晕,恶心。 发冷,抬白,脉浮华,对于中医来说就是外感还是症。 中医就是通过这个症状组合找到疾病的症型来入手,除以或向正气散或隔根夹半下趟来处理。 就可以治愈,当然还有些白血病表现为腹胀。 入睡难,皮肤淤血,傍晚开始滴热,便秘,心慌,舌红抬黄。 卖虚数,那么此时可以使用黄莲鳄胶汤来治疗。 那么同样是白血病? 西医的处理方案也许是差不多的,比如化疗等。 而中医是通过各自表现出来的不同症状组合来得知是哪一种病基,哪一个症,因为症才能对应方, 这里是证据的症,也就是某一组症状是代表着使用某个方子的指针。 而西医比如通过化验检测出来白细胞升高,血小板下降,某某病菌数值高, 就会采取使用抗生素,输血,打白蛋白针等等方式来提升或降低指标。 所以中西医的入手点不同,不能相提并论。 所以总结来说,同一种西医命名的疾病。 中医需要通过具体的望问问切来判断属于哪一种病形,然后处方治疗, 就好比西医说的白血病或者病毒性感冒等等。 对于西医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但在中医里也许是同一个症, 那么此时中医就会使用同一张方子。 那么很清楚了,中西医的入手点不同,治疗目标是治本, 其次中西医是不能对应的,所以也不存在某某西医病对应某某中医偏方。 那是绝对错误。 二,中医能够治好你的病吗?什么病中医也治不了。 能治疗是什么意思?中医不是神,也有治不好的病。 并不是说中医方法不行,而是说开放的医生能力有限。 所以当中医说能治的时候也意味着也有治不好的概率。 那么中医当然可以治好你的病,但无法完全保证。 我相信西医也是保证不了你的。 其次,什么病中医治不了? 其实中医可以治疗大部分疾病。 除了连体婴儿分离术、整形、美容、外科创伤骨折, 当然中医骨科是很厉害的,只是部分需要西医参与。 对于内科来说,西医简直是捉襟见肘。 只有中医能够有治愈的希望。 三,中医治疗多久起效。 一般所有病都能在一到三次处方期间见效。 也就是一到三疗程,每次疗程在七天内。 三次转换方子都未起效。 那么基本说明你可以换医生了。 当然也有例外有些疾病需要长期坚持。 所以无法准确诉说这一个治疗起效时间。 医生一般都是根据第一次复药后的情况在做调整的。 四,中医治病最重要的是把脉吗? 中医治病有四种手段,那就是望闻问切。 南京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 问而知之谓之功,切而知之谓之巧。 那么至少说明把脉并不是唯一,并不是最优先的诊断。 至少能够说明这四诊都很重要。 那么有没有缺医不可能? 显然不是,所谓望而知之为之神。 有些人就是看一眼就知道此人适合用什么方子。 这是存在的,那么不可否认当你通过望诊得知此人的病情时, 也就不需要其他项闻诊。 问诊,把脉等来再次确认了。 这些都只是手段,你如果能通过问就知道病情。 也就不需要其他三者诊断手法了。 所以中医不止于把脉,把脉有时候是最末尾的。 再说一个事实,一百个医生把出一百种脉。 这种不确定因素在脉象上显然比较明显。 而患者自我的感觉如左腹痛? 头晕等,如果不通过问诊,有时候看不出来。 把不出来,我们看病但求准,不求巧。 五,健康不是用金钱衡量的。 很多人不明白医生治病为什么要收取诊金。 你想想,假如医生靠卖药挣钱,你的病就治不好了。 有些医生就会无端开一些药。 有可能在药物间主之间产生了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起了反作用,我们说要专利红。 要精简,那么才能直达病锁。 医生诊断疾病就是一种技能。 这是需要花费一定报酬的。 你想理发为什么要付钱,他还把你的头发给剪掉了。 那不是对倒贴,很多人觉得这是谬论。 那么找医生处方开放就不需要付诊金。 那又是什么荒谬逻辑,难怪乎医改问题依旧严峻。 看病是为了健康有时候是涉及生命的事。 生命假如能用金钱衡量,那你的命不值钱。 命不是靠金钱衡量。 如此一来,医保卡成了促销卡。 成了打折卡,很多人还以为这能够省钱。 请问一年医保入账多少? 你每次花钱是不是越来越贵,最后还是自己掏腰包? 打折之后的价格仍比以前的要贵。 六,化验结果指标一长就是有病了吗? 显然不是,很多人在被查出来是高血压病或者糖尿病时却浑身没有任何不适。 莫名其妙地被贴上了疑难杂症的标签。 错误地吃着酱鸭讲糖药。 那是有问题的。 因为西医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一个大概的范围。 超过这个范围就说明是统计学上的异常。 也许你应该重视,但不代表着你得病了。 这个和你生不生病差距很远。 因为有些人可能需要比常人高一些的血压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 毕竟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是无法用数据来衡量统一化的。 是时候转变观念了,观念转变人生。 健康在自己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